游染人神 双手 五指 他是那个食指去点飘一键 看一下 中选到了梦回鼓鼠 孙悟空的图 然后官人选到了墨高窟 墨高窟最为王图 这个是非常少见的呀 看一下在bug这边 一路向前 这张图的话 其实有点新是吧 就是对于境外赛区的选手来说比较新 对呀 而且意外性比较高 XY选到了一手天空之城 合理 本场比赛 应该会非常精彩 前期的话是并没有看到 较多的这种蓝图出现的 对 因为众XY选官人这三位 都是持育非常强劲的选手 而对于在bug来说 呃 不知道他在场上的发挥 会怎么样 他手足超弦激励 他手足超弦激励 对于是你刚刚出弯 然后又马上要衔接一个飞跃 对 因为他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嗯 选官人起步顶跑非常顺利 哎 中这边出弯慢了 然后再衔接一个弹势过来 但是跟上去是没什么压力的 外入内外入内 可以 但原本来说的话 两个人距离其实是有对抗的机会 嗯 但中的一些点 可能在一些这种过弯出弯来说的话 会相对来说的比较慢 对 哎呦 中的手速挺好啊 带这么穿 看下这个断空下来之后的速度 也能够跟住 但是三分 对 XY的直线速度上面直接拉近了 然后想从内道去卡位一下 先看这个断空 两人都能顺利通过 再接个硬弹 但是debuck这边的距离有点远 哎呦官人在前面速度慢了很多 意思又释放出了一点问题 但是从现在距离来看 想稳住第一 还是比较有机会的 得看落地的这个弹页了 能不能弹出来 落地弹页没问题 能够顺利通过 而0.1的话 最后也没有冲撞的机会 是 后面很激烈 刚才我们看了 短短debuck的一个画面 感觉它操作略有变形 有可能是由于紧张导致的 就最后的一个快出 都会有一点点 对 毕竟是新朋友 所以说刚刚来到一个新环境的时候 大家都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一下 那接下来就是四名选手各自的王图了 对于众来说 孟茴鼓鼠这张地图其实 打的时间还比较久了 而且基本上也是跟他在联赛当中的一些地图出入不大 嗯 之前就是请有一个团队王图 打的非常多 而且也算是老牌的 手足三位选手 就是我们在本级二位当中非常看好的一些选手 表现都不错 是 而且实力非常之接近 而且作为首途来看的话 官人虽然在前期他的这个领跑 我觉得他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 但是这来到第二圈之后 还是会给到一些失误 对 那像重和XY 他的跟车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他在场上多长时间没打 实诈了呢 对于官人来说 也是近乎于快两年的时间 对 两年应该是有 一年半多 没有打 在场上就打一个实战 你想一下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一个 哪怕说参加联赛经验非常丰富 老到的一位职业选手 他压力也很大 是 就如果要是按照过往的一官人 在没有淡退之前的官人来说 他在境外赛区应该是无敌一般的存在 但是现在再回到境外赛区来看的话 他这一届亚洲杯 能不能够拿到境外赛区的一格 都是未知数 现在从第一张图来看的话 其实没有说有太大的差距 对 其实说 其实就没什么差距 前期能够把优势给控制得住 就是释放那个ECU以后 应该是ECU点的稍微早了一点 然后撞到了左墙 蹭掉了很多速度 是 你看这一局 无论是XY还是中的跟车 都能够给官人上到不小的压力 看一下谷属 看一下谷属 大概和官人的成绩是没有的 看一下起步 起步一关人还要更快一些 而且XO还顶了一下一关人 把一关人给顶出来了 对 而且三名选手 三名XO就卡住了 直接卡下去了 对 卡的这个台阶 掉到第四 而且落后三秒 这个位置真的很少见 但是对于这样地图来说 落后三秒想要后追很困难 是 中在这一局的跟车很不错 也是自己的王图 但难点还没来 如果中能够拿到这一局的王图的话 其实后面关人得分压力会比较大 是的 两个人其实在刚才的那个时间上 都小蹭了一下 对 断口起 一关人和中都没跳起来 是 都没跳起来 内线小飘须硬卡 再提前快出卡中的内线 这边路线看一下 关人点条过来 对 都是齐我的跑法 没有用一个侧身 这个位置谈不了了 关人就想上对抗了 他跑着风格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看这个位置的台阶 能够搭上弹琴最沿上的情况下 关人应该是没有机会了 是 0.6秒的距离 对 这个上来下去再上来最后一路沿到底恭喜中拿下王图的额外加分 但这把XY和代bug都有一点扣分了 XY的话在后面的后追其实看上去还不错 是 就是跟上了一个2.8秒的一个成绩 像一组有三个实力相近的选手其实挺难受的 就跟我们上一场中国大陆赛区的选手是一样的 会有一种可能 就是你要么第二要么第三嘛 就这种其实是两一个小的分水顶 但是你要看现在无论是中 然后关人还是XY他们三个人 其实一二三都有可能 那你第一名和第三名感觉落差就比较大了 对 但是XY他都是不占优的那一个 第一局呢 首途是关人拿了分数 这一局呢又是中拿了分数 所以说相当于关人和中都上了分 而他都是跟分的那一个 但对于这一局XY他的一个跟车来说的话 很难去评判他在今天的状态 对 因为刚才的那个实力是比较少见 就是小飘往外打滑拉了一点 然后就正好卡到那个载接 他车身都掉出去近三分之二了 这个地调啊 是 那接下来的话是关人的王图 墨高窟 是 和墨高窟跟一路向前这两张地图 可能都会出现一个大的分叉 嗯 因为墨高窟毕竟是南图 然后对抗会比较多 然后一路向前的话 本身就带有一些自由的这种意外性 所以虽然是derback的王图 但是选出来的话还是会有点担心的 嗯 但我觉得比较有难度的 还是下一张关人的墨高窟 这张图真的有可能拉开一个比较大的分叉 而这个分叉会导致后面的几张图 尤其是选图吧 嗯 可能会固定的交给某一个人 是 彼此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嗯 这个主要还是要看SY的表现 因为这一局打完以后 SY距离 呃 关人和重已经少了三分之四分了 对 拉开的分数进一步扩大 如果能够在自己的王图上 把分数给稳固住的话 其实还是有机会 但他的王图是最后一张 嗯 嗯 后续的VAC的路线连续的上墙 所以分数也越拉越大 是 墨高窟在这个时刻选出来 我觉得机甲还是得拿 虽然也接近是第三张图 对 但对于熟练度和跑法来说的话 还是要拿出自己的常规用车 对 主要你留一手的话 你后续什么时候能打出来就不一定了 哦 我回来了 中的最佳成一番28 XY最佳成一番29 是两个选手都是比较接近的 那这两个选手的成绩都不算太快啊 是 XY这个选手在美加州杯 属于他的比赛 都能够打出一些高光时刻 看一下这一切高光时刻 会属于 哪一张赛道或者哪一场比赛 四辆奥丽娜 前期的跑图节奏完全一致 那起步位置 起步位置 XY这个位置不错 哎呦但第一个弯自己没控制好路线 对 还能出来 把官人给挤上墙了 对然后还能出来的情况下又失误了 这个 这边断空下来 XY的路线也没有控制 就有deback出来了 对这个位置问题就是自己个人失误了 但官人这边绝对很近 一个弯道直接反超了 落地以后控车 想要从那道去挤 属于这个位置的话 可能会对后面选手产生一些眼带啊 但这一个大的拖飘 确实是挡到了重 小挡一下 操作有点衔接不上 他实际也判断的有点失误 他应该是掀开弹器 容易在进行个刷弹射 但是他在进行双杀之前 因为已经点了一个弹器 所以感觉他操作会有点乱 对 有点着急了 是 你看重在过了deback之后 其实后追官人的速度也很快 现在景象差了0.5了 重在亚洲杯的发挥 要比演赛好 对 ECO队放完之后 看一下距离的拉近 是 可能也是因为 大家水平都趋于一致的情况下 压力没有那么大呢 反而能把自己常规的这个表现 给表现出来 对 前二的话就是卸下了一些团队的压力 是 但官人这边 不管是从对抗强度 以及他领跑的一个稳定性来说 这场比赛也不会有太大压力的 还行 只是说他这一个失误的话 也把重给顺利放弃了 XY真掉分了 XY男图的表现 似乎没有前两届表现的好 是 重这把跟这么紧 那其实从 这张图 之后已经是完全分成了两个梯队 对 对 就官人第一 然后领先中一分 嗯 但XY的分数 距离前面两位好兄弟就稍微远了一点了 是的 而且这一局的话 是Divac他的起步非常的快 然后拿到第一的情况下 而自己出现了不断的失误 也是给后面的选手造成了一些干扰 是 下张图就是他自己选择到的王图一路向前了 Divac的王图 嗯 Divac的王图 四辆月影 现在打完 三张 甚至四张图 肯定都是同车了 现在 有可能会出现 赛者查局天空之城 XY的王图 我们也需要重点关注一下 那XY在接下来这几局他的得分能力怎样 但这两局确实调分调的有点太大了 对啊 主要还是这一局 是的 跟第一名线已经相差了九分 对 就我们说嘛 众格观人 交替上分 但是交替上分的同时呢 另外一个没上分的也能跟住 但是对于XY来说 如果他一直跟分的话 其实他是属于一个一直没上分的状态 而重的话确实是能够感觉到 他的稳定性上升了不少 XY的话自己的路线是直接掉下去了 是 一路向前 三辆月银 XY的话是用到了试天饕餐 这个没想到啊 那应该就是版本没太跟上啊 嗯 主要是他现在也没有选逐的机会 他游戏上月银也没用 对 但是我觉得月银 应该怎么都不会不练的吧 不太确定 哦 来起步 突然起步非常的快 哦 而且这个快的程度 可能后边可能对于Dybug来说还能帮他打 哎 但这边Dybug直接掉下去了 打不了 嗯 他的这个控速和转向的路线有点太重了 嗯 那XY这把没有掉坑了 我觉得甚至说他可能要在Dybug的后面 因为赛车属性差距有点大 对 赛车特性在后半段也完全不同 你这实战当中差个两秒都不夸张的 但只是说这一局可能对于大家的意外性都非常大 但是观人的稳定性是能够帮助他上上分的 对 而且中这一样月银开的在跑法层面啊也没有最优解 呃 观人 呃 前面应该有一些失误 哎 又一个失误 快出了 LW过来以后我看最后一个弯道 连两个失误 是原本中的话是在一个2.0秒的 但连续的失误是把众佑放回了10分 是三代语气还好 没有再掉坑 是Dybug的话是在后半段出现了失误 然后直接掉到了XY的后面 对 但这两个选手没有掉坑也是因为观人在前面后半段连续的失误 对 这几个弹射的稳定性并没有那么高啊 但观人在前面再怎么失误 他 后面的选手想要跟上的话有点难度 嗯 他起步都是有优势 起步强的话我觉得就很难去对抗了尤其是对于重来说 嗯 观人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优势 嗯 现在距离中已经领下了两分 但现在不太看得出来的就是观人在实战上面的一个对抗性 因为觉得他在上一局 孟茴鼓鼠跟呃中两人去对抗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说上到多高的强度 就是他看上去很凶 嗯 但没有实际效果 对 这个跟他之前是完全不一样 风格完全不同 所以就是对于他实战的一些对抗 可能现在还留有疑问 对 但是他的跑车属性没丢就是非常稳 嗯 但是这一局后面确实出现了一些连关失误 哎 难道透过了一个赛季就是跑技术赛的这个经验 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极限型选手了吗 他之前其实跑的就很快 嗯 但是他之前其实是一个不太喜欢对抗的一位选手 对 因为他经常会觉得有一些对抗 嗯 并不在他的理解范围之内 就比如说我觉得我这样对抗你应该那样 但是你没有那样 所以对抗会给他带来不安全感 他不太喜欢对抗 但是你像刚才他面对重的那一个对抗 其实就是有一点 呃 新人的感觉 是 对吧 很智能 嗯 就让你疯狂硬碰 他碰完以后完全没有效果 你就看我胸不胸就完了 哎呀 这个这个感觉很丝滑你知道吗 对 然后就直接上墙了 如果晚一点的话 我感觉它是一个极限路线 是天空之城 全部都用到了预言神兵 当前版本 哈迪斯都得小留一下 而且预言神兵在属于同车的情况下 这张图的完成时间也不错 啊 啊 有一个哈雷特混入其中吗 是 怎么站起来了 怎么就是到建模的时候 XY这边变成了哈雷特 看起来都是红黑色吗 是啊 是啊 放点火 哈雷特可以可以 嗯 就哈雷特 哈迪斯 怨神兵 放一起谁爱分的亲谁啊 对 哈迪斯 还能多少分出来一点 建模要小一点 能过不一样 对 一打眼看上去都一样 还好有个建模 嗯 有个过场动画是吧 站起来了 哎 不对劲 还对啊 没事要一会起步你也能发现 怎么预言神兵起步那么快了 现在 我发现晚了呀 再弹 这一句 XY的完成度很高 最王头他的练度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 官人这边连续弹射 先撞了左墙 然后吃完又撞了右墙 XY刚才淡起来是也没演上 官人掉到6秒多 那这局是个大分 对于众来说完全是个机会啊 是 但是他也只先 只领先一官人4分在这一局 只能反超2分 看一下 XY最后一个轻甩 1分 第5秒84 拿下了王图 离我们的记录也仅 相差0.6啊 然后 然后中这把领先的官人有4分 反超2分 可以直接来到榜1 XY的话也是在这局拿到了12分的 是 小组第一 那下一局 应该就是官人来选途了 XY真的是 绝活赛道 真是 都发挥的非常好 不明则已 低于惊人 你看他前面的表现 你怎能想到他天后之城一把出来个0.5 很顺 就出来以后就是自己单击跑投的节奏 而且还有失误的 对 夸张 这 擅不擅长 差距这么大吗 是 但这局打完之后的话 应该是 中直接反超官人2分 对 XY分数从刚才落后十几分 现在一下子上来了 这局官人应该只差6分左右 好像是6分 那这6分也不好追 官人现在拥有选择权 他可以打一种哈雷特 虽然说他和仲可能一起会上分 但是至少能把XY的分数压一压 对 接下来的舞台就交给他和仲 接下来的话 就是从这个选择权来说 多半还是两个梯队 是的 新记录 打破了东方保持了 1分06.9 是 这也是我们本家这位境外赛区的选手 打破的第一张记录 XY 打破了天空之城 自己的王图 1分05.9 打破了0.06秒 只能说后面啊 遇到XY的王图 大家的小经典 是 05.84 而且他这个成绩拿出来 你这哈雷特你还不太好跟 对 你拿哈雷特 你去跟他硬钢的话 也得凭实力 对 来看目前的分数 其实现在可以完全分成三个梯队了 啊 diverg的话 其实是已经相差了10分 距离第三 想要去追第一个第二的话就更难了 嗯 这一二名现在分数比较接近2分 但XY距离观人是6分 其实XY距离也不是说不可追 只是选择拳在观人手里 而且他肯定要先拿一种哈雷特 这种哈雷特几个人出 这一次是3个 另外一个是什么 哈迪斯 好 没错 这次没认错了 对 选动选出来 三辆哈雷特 看前期起步 起步的话还是过来更快 三辆哈雷特 速度三个梯队 对哈 123 顺序还挺好 他们三个适合打3V啊 肯定 但diverg这边的一个起飘压车太重了 那现在又是观人跟中两个人的对抗了 距离还比较远 现在只能先跟中 对那这张图你还记得吧 其实他也是中的 中在上场赛季打的比较多 这张图对于中也是有一定后绿机会的 这张图对于中 他这个机会能不能把握得住 快速关延续已经拉近了距离 前面观人的路线有点摇摆啊 对 转向 啊这个距离有点靠左 直线按死刹车 不然就要掉下去了 他太靠左了 但现在已经被中反超了 而且观人虽然没有掉喷 但是三百二三百零几的速度卡一会儿 只想要从内队去起 这边路线更好的情况下 直线反超就 拼细节 观人在此时间反超 一路延续延到底可以恭喜观人 这个是 追回一分 观人的对抗答应 他不需要多对抗 他就是靠自己的路线 细节 细节摆在这儿 其实没必要做太多其他多余的 操作或者想法 观人 再选选择 现在距离中只差一分 而且中的话确实在到第二个弯道他没有做防守 他飘的特别靠外 感觉就是车速被控住 但是他让他做的 来自外还是我们熟悉的选手 嗯 嗯 总有那么几张网图对 在上一届的话应该是十一车 应该是十一还是粉十一 当时我记得他在有一局的 solo在当中印象深刻一点 对有一局solo当中留车留了很久 就是为了说在最后一局去打对 要直走对 有自己的节奏和想法 下一张图还是由冠军来选 看一下能不能尝试着追评甚至反超比分 还可以选一张简单图稍微过渡一下 对六局是冲 冲先率很高 但是分数却没有中高是 主要还刚才的那局听从之城失误给的比较多 对只有五分 直接直接断掉了 不转啊 不转的话真得掉了 对 他已经是在那个边缘了 啊 直接上了急速空港 在第七张图就已经上了七星难图吗 官人上空港这没毛病 上有点倒啊 对但是你说刚刚回归的官人 然后在这样的比赛这样的节点当中直接上出空港 意想不到 看看吧 起步大家都是同车 两队两右 但代bug走一边的话有有好处有坏处 得看谁在前谁在后了 对你看这把代bug他起步速度很快 对 但这个假弯有没有人会歪 跟车的话有点危险 对 如果他就跟他的车歪掉的话 自己的损失会比较严重 对 哦内道直接把代bug顶开了 是 看一下XY和重现在的位置越来越远 侧身拉得比较弯一点 过来以后看一下这边 来代bug的王驼 节奏还可以啊 对 而且衔接也不错 是 因为刚才感觉他手速上 比较狼狈呈现出两个状态啊 感觉代bug的失误点一般是在于路线 所以这种操作图也许反而会成为他发挥的 是连续的弯道反而是不需要太多的判断 对 比较考验技术技 不然这个分反超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没错 快出以后弹射 突过来 紧接看这个状况点 看前去没问题 后面代bug的跟车也非常的不错 没有说掉队 对 这把跟得非常好 但是应该是在几个状况点上面出现的 这失误跳到1.9 2.0了 因为第三段还是路线 找路线的地方可能就会有一点失误 对 1分2 7分3 恭喜观人 看后面重视3.35秒 那一观人可以反超三分来到小组第一 后面八九张图可能是要给重来选 来选 那重的话会不会直接上一手苏格兰场呢 可以 来一手苏格兰 考验一下自己的成果 也考验一下观人能不能稳住 而且可以看一下他在亚洲杯阶段 经历了又一次联赛的洗礼之后 现在能跑到什么样的成绩了 现在第4和第3 以及第3跟第2的分差分别是11分和9分 这是今天比赛 分差最大的一组 但是小组第1竞争反而会更加激烈一些 交替的还比较多 而且在进入到 八九张之前打的这种空港 确实是没有稳住啊 重在后续出现的失误还比较多一点 只拿到了7分 然后哈雷特 奥迪娜也都打完了 嗯 因为终于可以尝试一下气仁春 但他之前的气仁春是打的 赛车上一数 对 现在就只能上同车冰破了 高兴赛道 可能你系数也没有太多张 属于重的地图是范围之内 能想到的其实就只有苏格兰 然后最不建议打的是老街 是 然后这里自己脱飘了 对 坦射没按出来 对 来吧最后也确实是路线导致的 对 从侧身出来的路线就不太好 亚特拉利斯 哦 在没有赛车的情况下 去打了一手序列未来 对呀 听跑法是吧 之前的跑法不是粉压吗 我觉得他用序列未来 也有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如果说他用序列 能够骗出来官人的原级的话 那下面他还可以打原级的 那个穷米山 对 对 但是 既然是同车 那大家就拼一下同车的细节了 就看赛车的熟练度了 对 但是这张图 起步 使用序列未来 其实正压应该没什么说法 并不像之前反压一样 对 而且官人是起步太丝滑了 起步虽然没有第一时间出来啊 但是几个弹射过来之后 官人的路线更好一些 是 我感觉官人 现在的路线选择真的很极限 就现在有点像 细时选手 初出茅庐的感觉 对 对吧 你看他跑完之后 好像没有太多干扰 但前面弹射没有出 对 给了定的失误 终于拉近了距离 就是暴发性细节很强 但可能稳不住 嗯 开一 还是有失误 但还行 对 你看他前面转向的路线也好 对 落地 反正面再弹 中边弹来 稍微小拖 对 而且后面弹着路线也不好 一弹路线都不好 二弹调整一下 三弹才调整回来 慢慢的找回自己的节奏 但是这一局如果再被拉开的话 那后面 想要再翻盘的话 真的就太难了 现在已经跳到一秒开外了 这边 进阶也稍微有点小拖啊 是 拉一个侧身过来以后 看这次的弹射 没有问题了 顺利通过 那一秒开外的距离 拿下第一是完全稳住的 是 而且最后一个拖接过来 重的路线 还稍微偏差了一点 那这样的话 可能要拿9分了 是的 这局用再一次拉开2分 3 3 4 4 那现在分差 已经来到了5分的情况下 重在选择第9张图 希望比较小 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尽量选择一张偏简单的 不管 即使拿不到11分 把自己的小分给稳住 对 因为这场比赛 小分也不算高 观人是挺高的 观人打完这一局 上局71 现在82 又再赢的话 也是93 对 也是93分 今天的话 感觉大家第一名都是我在93左右 在观人冲线多了 观人现在八局比赛应该只有两局没冲 一局鼓鼠一局 天空之上 天空之上 对天空 拿5分 对 掉下去了 嗯 掉下去有点掉懵了 还剩一张图了 我觉得搏的话应该是搏不到了 是 还是你刚刚那个思路 就稳个小分就好了 嗯 我觉得今天众没有选择苏格兰作为自己王图的一个可能性 也是因为同组是面对到观人的 会有这个压力 所以他会把这张地图稍微后置一点 但是如果最后一张图都没有选的话 那本届亚洲杯可能就要画出一个问号 他到底会不会再打了 对 因为这亚洲杯可没有给他太多炼王图的时间 对 他接下来的每一次分组都不会太容易的 但目前来看的话每一组的第一名竞争还是相当的激烈 基本上都还是要在八九张图才能够去分出胜负 第九张图看下怎么选 八局六冲 但FiveBug其实在局内对其他选手的影响肯定是有的 嗯 其实他 其实不行能跟住 对 但后续就通过每一个弯道可能慢慢就掉队了 XY的话刚刚那边测试没有拉出来 来了 还是选择到了苏格兰场之前的话是一个1分3秒27的成绩 对43小很快的 XY45秒3 看看观人能跑多少 那之前应该境外赛区更快的就是忘了 这张图去年在境外赛区计时非常卷 是 在八局之间拿了远击 就是完 开始步 远击这张图还真没多快 因为没有给他叠双背动的机会 这张图主要也是看你赛车的一个飘移速度 全体手感来说没有那么好 是 但是他这个直线速度也会秒掉其他所有的大部分 对 能够给大家一些干扰 这边出弯还能够跟住 再拉一个侧身完以后看这边暴力 XY不挡住了 哎呦 路线选择很刁钻啊 他到连续弯道他的节奏没有问题 对 就是路线失误 你刚才的总结是没毛病的 是 就是你真凭操作的话 你单看这一段 不会感觉他和其他选手有太大的差距 尤其是刚才那个跳板下来的连续出弯 他的节奏都很快 对 你看这边 就可能是多点了一个小盘 有一点多余的操作 其实正常 就是在找路线的时候他会犹豫 对 你测证机出来一个单盘以后 瞄点了那个延续就可以了 哎呦 挡住了 直接倒死了 因为他飘太早的情况下 直接把XY倒在了外面 但XY显得没毛病 他那么紧紧飘移就是快啊 对 但前面有一辆机甲的情况下 完全过不去 是 怎么说 XY已经五点几秒了 但对于名次来说 还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但对于XY的小分来说 有点有苦难言啊 哦 太伤了 这场比赛 XY的小分真的有点崩掉的感觉 而且他并不是没有竞争的机会 最主要就是完完全全 要么受自己影响 要么受他人影响而搞崩掉的 最后一个弯掉 我们可以恭喜一关忍 拿下了小组第一 1分43秒65 3减6 有一些小失误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最后众也跟了一个10分 可以拿到小组第二 第三名仍然是属于XY 但是这个小分 相较于其他小组第三名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优势 是的 这局的话 XY给到的收远太多了 今天就算是在 自己的小积分上拿到2分 但是后续仍然会非常的危险 观人93分 上场神93分 94 93 最后天后一场是10分 没拿 93没拿 没拿第一 然后第一局也是93分 怎么说今天 这个是往上走走呢 还是说已经定格到了最高呢 不好做 这第一组黑人的这个分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